我是一個低身體 但我訪問那些人都是新體 好,繼續,說到音樂 我一說到這個就有很多東西繼續說 那你怎樣去配合其他人呢? 我知道其實在太極之前 你其實有幾對比人的 但其實那些我又不知道 我知道有一隊是你和Gary Tong再加強他們 那個不是那個Joey 我和Gary Tong和蛇仔 和另外一個叫Paul的唱歌和鼓手 是我一生人的第一隊樂隊 那那時候是玩什麼的? 那時候是玩一些pop music 就是玩那些酒紅色的心 就是玩那些歌 但你有沒有錄下那時候的作品? 記得了,去參加比賽 那時候我們是去參加 嘉士伯第一屆的前身 的前一年 那時候就不是叫嘉士伯 那時候叫做Yamaha Guitar Festival 是的,是一個結他樂隊的比賽 是的,其實那時候已經是跟嘉士伯 認識了 認識了 即是大家根本都是圍一圍的 是呀,是呀 那我參加了那個 那時候就拿了一個亞軍 拿了一個亞軍 那跟著就跟蛇仔和Gary 就特別投契 是呀,那大家聽話的方向都很遲 都很接近 即是很接近 和很興奮 即是大家 分享大家不同的看法 各樣東西 那變了就很想搭 然後就找了Ricky Ricky主 是的,那四個人合了一對樂隊 叫做泰極 嗯 當時那個泰極呢 就是玩 純音樂 是的 我們玩一玩那些純音樂之後呢 就開始覺得悶了 覺得不得了 要找人唱 要找人唱 那跟著呢 就蛇仔開始唱歌了 是的 是的 接著蛇仔開始唱歌 那我們就經常在 在你以前公司對面那間訂房 樓上那間很出名的訂房 OK 一名 一名 Mark 1 Mark 1 是的 麥家瑜的老爸那裡 經常在那裡練歌 經常在那裡 即是兩間房是黏在一起的 A、B房 那樣 那我們在一邊經常翻 那旁邊呢 經常在那裡 就是Trinity Joe E. Tang Patrick Albert Joe Tang 他們在旁邊 是的 就是這樣 就認識了 但我有興趣 那時候你們塔吉 那些 instrumento 是玩前面那些類型的東西 那就是玩那些 Jeff Beck 那些 那些 吉他 instrumento 是的 因為那時候我問Garry Tom 他就說 不要錄下了 忘記了 我覺得有些有錄影帶 有空要找一下才行 所以你結果是這隊 其實才是第一隊 我初以來你之前也有 其他 不當然 我那一隊最初 其實我第一隊隊 是和兩個太極一起組成 那他們本身也有很多樂隊 他們每個都是萬能插租 來的 那時候我們叫萬能插租 對不對 對對樂隊都欠個鍵盤 對對樂隊都欠個bass 這隊樂隊又欠個鼓 就是變成Garry那時候 彈彈六七隊樂隊 射仔都有幾隊樂隊 個個都自己有幾隊樂隊 在那裡搭 搭一些不同風格 那哪些吉他手 一定問的 哪些影響你最多 例如你學古典吉他 一定有些古典吉他 可能你喜歡的 或者是電的 你喜歡的 對 對 那哪些是你最喜歡的 沒有的 喜歡的其實很多 是的 但是 影響力 影響 影響 古典那些當然是Covid 不用說的 如果電吉他 如果電吉他 第一個Number One 影響得最多 Jeff Beck Jeff Beck Gill Moore Gary Moore 那時候一定是 聽這些東西 彈這些東西 但是以前那個難度 真的高很多 我們那時候那個難度 因為 這個世界上幾乎是沒有資訊 是的 你唯一的資訊 就是你手上那一隻大 或者一隻長片 嗯 你想 彈到他的東西 你就要一直在聽 一直在pick up 如何彈 究竟是怎樣的 你知道 就是以前不會說全部的東西 百分之八 pick up 就是很挑戰的 這個挑戰很大的 但是現在不是了 現在你想彈一首歌 你不懂得彈 你真的在YouTube 按出來全部那些tap 有人教你彈 慢鏡 那現在變成年輕的那班學生 就很好 那重要就是 我們那個時候 你就算想彈一首歌 你如果聽不到的話 基本上你是彈不到的 是的 後多十年都更好些 因為後多十年的時候 已經有video帶 有laser disc 那樣東西 你想看你的偶像 在台表演的時候 是怎樣按 你都可以 有機會看到了 但我們以前是沒有的 真的全是靠耳朵學回來 其實那時候是真的比較 對我來說 我也是那時候附近都入行的 我發覺是 以前做音樂 是真的用耳朵的 現在做音樂是用眼睛的 是的 你認不認懂 是的 你覺得其實 去到這個情況 就是你想想 你那時候都玩Hi-Fi 你有沒有發覺 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就是以前我們玩的 有個樂趣 就是我們會買同一支碟 不同的版本 就是美國版 英國版 德國版 然後馬來西亞版 然後整隻馬來西亞版 整隻港版 是的 我們試一下究竟哪個最好 你有沒有 你一邊玩Hi-Fi 一定有玩過這些 是的 你覺得那時候 那個樂趣很有趣 就是你覺得 如果現在 到這一點 我就問你 這麼多的版本 就是通常 我們通常 哪個版本 其實最好 你覺得 你問錯 問錯題 不應該這樣問 OK 其實我 不是說不應該這樣問 是我應該怎麼回答你 其實是看回 那些版本身那個錄音 那個originality 在哪裏 譬如它是美國版 它是美國錄音 如果你買那隻美國版碟 理論上是最原音的 一定是 但是 好了 發燒又有煙 美國版用那些膠很燥 很大聲 聽出來 很多servic noise 不夠正 OK 我又試一下 日本版 日本版 用Virgin Mind 印碟 那些膠 是最美的膠 印到出來 很清楚的聲音 但是日本版 它教的聲音 就教得尖一點 日本版 就是高音多過頭 低音 不是很夠 是嗎 就是 你聽到 譬如你聽的是英國版的 它的東西是在英國出的 我細神砍完話給你聽 英國版一定比美國版 或者德國版 most likely 所以 很 depend 所以你一定要有那個 有那個 street smart 在那裡 你買那個artist 是在哪裏做的 是不是 你美國的東西 stevey ray won 我當然買美國版 就聽到最原裝的那些聲音 但是你不喜歡它的膠 it's fine 你有別的版 譬如英國 引出來的膠 的surface noise 是低於美國少少的 日本就最低 但是日本就最bright 是的 如果我們玩唱片 就玩到已經是懂得分的了 全部這些 你都要看看它是誰 你才買哪裏版 但是Ping Floyd 其實很爭議性的 因為現在還在眼睛 美國版很爭議 英國版很爭議 就是口手版很爭議 美國版 Ping Floyd 英國版 是美國版 這些就是有爭議性 是 這個是有爭議性 是 去到CD 去到支持度數 這件事會不會是 對你來說是否繼續存在呢 對我來說是否繼續存在 即是不同版本 分兩個時候 以前是 現在 sorry 不是 是的 我做了這麼多這些之後 我們應對這件事 我不會像那些發少爺 這樣追 是的 那去到你們 就開始說回你做夾band 那些 開始你們一起工作 通常 我經常都會問 你們怎麼分工 沒有怎麼分工 可能有些人專職 可能要對外的 我這個專門對外的 那有個國行領隊 那專門對外的 那些 即是你說我們是樂隊 哪些 對 那什麼分工 那是有的 蛇仔是樂隊 那就是 他最主要的責任 就是負責 結局 即是管理 對 那很多時候 就接著 就去Joey那裡 有時候可能Joey他接了他 然後蛇仔就會 会代表我们和他谈谈 Garry Tong就是泰剧的其中一个hub 你明白什么hub 所有东西都是connect with他 因为有些什么音乐上的东西要弄 很多东西都是找Garry Tong 是的 我就是财政大臣 我帮他们看财务 不错了 一会冬结你的户口 是的 大致上是这样 但是我觉得很多band 好像你们有点奇怪 你们好像各人都有其他的职傲 自己有的自己举 我觉得这是最有趣的地方 是否因为这样 所以你们可以维系这么久 这个很明显你看到 是不是 如果我们靠泰剧这一队band吃饭 可能已经散了 是的 是的 但是怎么说 其实如果你看真一点 一些严格一点来看 其实我们每一个member 除了泰剧之外 另外那个job 其实全部都是和音乐有关 是的 全部 没有一样不是的 例如Ricky开一间学校教音乐 我这边开一间HIFI店 做音乐 卖音乐 给别人听 是吧 Joey也是做音乐 Patrick也是做音乐 就是各个都是做音乐 蛇仔也是在唱片公司 就是全部各个都是做音乐有关的东西 其实你如果简单一点看 其实最主要是什么 最主要是我们每个都喜欢音乐 是的 你不喜欢 你不会做到那么久 也都这么说 就算泰剧不是三十多年 可能是十年前已经散了band 但是你今天看到我们 可能泰剧的任何一个member 都可能仍然在做音乐 这种东西 我觉得这个已经是变了我们 毕生的爱好和职业 那你同时有两个身份 即是你是泰剧和卖着HIFI 那会不会有时候 会决定我自己的位置 不会的 我很清晰的 是的 我会知道自己做的 哈哈 哈哈哈哈 那我们一直来看 你一直以两条线走 那为什么会定 我觉得在早 我想十几年左右 突然间是你会去做这个HIFI店 那样东西 为什么会做这个HIFI店 那样东西 其实就是这样的 其实就是我们之前在说的那些东西 就是当你小孩子的时候 同一支唱片 你买了五个版 回来 在那里逗来逗去 然后选择了你自己最喜欢的版 那这个人 怎会不做HIFI店 是吧 即是如果这个人 都不做HIFI店 他真的很有问题 是吧 即是你懂得在那里 这样选择这些东西 那还有就是 喂 有谁买一支碟 想给五次钱 我想给一次钱 我不想给五次钱 你可不可以做一支 一步到位最美的店 给我 OK 还有呢 又有另外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 我就是日日 在那里给那些发烧友洗泥 我卖这么久 HIFI这么多年 日日在那里给发烧友洗泥 洗什么泥 有些发烧友走进去 然后我不听中文歌 哎呀 垃圾录音 他就听外国碟的啦 做什么要听香港碟 录音鬼 一天都听这些说话的啦 即是 有时我在问 其实 在做音乐那班人 知不知的 即我反而最恐惧就是 外面那班人 其实他知不知的 你又没有听过 我们的东西是真的差了一些的 那变了呢 那变了呢 我们有那个使命感 嗯 因为我很讨厌 很讨厌那些客人在那里 说香港的录音诈 香港的录音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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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变了我 变了就 我知道我可以做到这些东西 那我就走出来做了 那我走出来做 跟着 马上又反应了 嗯 因为我其实是一样东西 喂 你这个 是一件货品来的 嗯 OK 弄得漂亮 It's not an excuse 是不可疑的 你拿来卖给人的嘛 你一定要弄到最完美 最好色 才去卖给人 那但是 那就是 一般香港的录音 给 香港的发烧友 甚至标准自己的人 那个感觉 都是 跟外国那些差了一点 那变了我的使命感就是 我想将这一样的提 我将整个香港的录音 overall提升 那你要提升是怎样呢 就是 我要做一些很好的唱片 很好的唱片出来 当 人家有一个目标 去跟你斗的时候 他们的level 全部都会马上升高 嗯 那你现在看一下 就是隔了那么多年之后了 现在开始已经没有那么多人标榜 发烧唱片 靓声唱片 或者什么 因为为什么呢 其实靓声是应该的 嗯 你唱片出来卖给人 如果你不靓声 你抵打了 你拿去填开了 真的 是 是 但是现在overall 就是这几年来算 就是我自己就觉得 overall那个靓声 香港录音那个靓声的水准 是提高了 嗯 那浑水摸雨那些 依然有在 这个是正常的 但是overall 全部理计 那个level 是升高了 好 那我们这次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次再回来 讲个hifi碟的问题 嗯